广东佛山南海区的西桥镇 以清房而闻名 号称面料明镇 是香云沙的起源地 是岭南地区的一种 古老的手工制造 和染整制作的植物染色面料 一称凉沙 在佛山市区 有一家专卖凉沙的小店 苏凉记 还有那个暗花的 它是真丝的 一种沙罗的 一种佛山的 一种传统面料 店主人显达峰 利用几年时间 潜心钻研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衣服中 提取制造纹样 复原了上世纪 七十年代就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的凉沙 凉沙 它的俗称叫香云沙 这样在我们国家在八十年代 制定了一个白胚沙标准 它是以此白胚沙 而今晒粮后成品称之为粮沙 它是代表我们领栏 一个很特色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晾晒 这让险大风有些措手不及 90后的罗阳是成都众所周知的旗袍设计师 17岁跟着老字号旗袍店的师傅学习制作旗袍 这个老行当中的众多隐秘技艺 以扣传心兽的方式传递到了他的身上 成都 一座从不缺乏活力的城市 如今 时间让这座城市赋予了足够的时尚与魅力 我这块该怎么弄啊 就垫一下就好了 因为你太熟了 重点这个线条你看上去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明显 我这边再给你收的话 你手就抬不上了 我刚才我就试了一下 因为我手伸不上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到时候垫一下 对 垫一下就不可能 你这边一起来之后 然后这一块就直接就指着 就正面看上去你是腰臀就没了 然后你看这边剪下来 你正面的曲线你看一下 正面曲线是直的了 口红颜色再红一点 然后特别红 对 想怎么红就怎么红了 配饰需要 配饰的话其实我觉得耳坠 但是可以稍微夸张一点 带青色或带彩的都可以 带彩色的 对 财心 财衣 财岁月 是罗阳的财衣之道 所以罗阳又称罗三财 在众多的旗袍面料中 罗阳唯有对广东佛山的梁沙 情有独钟 尤其是显达峰苏良记的梁沙 罗阳并不陌生 不论怎样 显达峰和增坑中 需要尽快晾晒一批梁沙 在这几个月中 他们是最为忙碌的 天气原因影响了亮晒的进度 另一方面 所剩无几的数量 是他们急需解决的事情 尽快收获 在欧唐村 四十一岁的梁承林 则常年负责给增坑中的晒粮厂 供应鼠粮 现在是进补期 梁承林不补鱼的时候 就带人上山挖鼠粮 位于北回归县上的欧唐村 地势复杂 气候多样 物产丰富 隐蔽的杂木林 是鼠粮生长的最佳环境 鼠粮是粮沙的重要燃料 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 长在地下的静块 形似芋头 含有丹宁物质 在广东和广西极为常见 此时 梁承林一行 正沿着山的走势 开辟出几十厘米宽的小路 通往远处丛林之中 这是一片从未涉足的地方 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覆盖之下 梁承林他们 挖到了今年最大的树 梁承林一行 挖鼠粮看似简单 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巨大考验 但这些生计足可以让家里生活得更宽裕些 天黑之前 梁承林他们 需要将挖来的上千斤重的鼠粮 飘到山下五公里的地方 这些鼠粮将沿着山下的西江 一直运到下游增坑中的晒粮场 增坑中和他的晒粮工人 必须要尽快把鼠粮破碎 进行浸泡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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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路一路一路 工人们将浸泡的蜀粮汁 倒入水槽中 把沙胚放在蜀粮水中 让布匹的每一方寸都沾到蜀粮汁液 然后捞起晾在一旁 等它自然脱水后就拿到晾晒厂 晾晒厂是精心保养和修饰过的平整草地 沙胚被平整摊开 拉紧 崩直 接受阳光的暴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晒粮工人 大部分来自广西南宁 吃住在晒粮厂 每天重复着自己的工作 在晒粮室里面 晒凉宫院的午饭没有具体时间 一碗简单的菜饭足以补充所需的能量 显达峰和增坑中所担心的雨水并没有下起来 这让他们暗自庆幸 好在大批的沙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的晾晒 此时成都的天气比广州的雨水要少很多 气温舒爽宜人 这一天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走进罗阳的旗袍工作室 他是日本著名的美国短毛毛繁育人 山田玉子 此次慕名前来是要做一套粮纱面料的中式旗袍 山田玉子将穿着定制的中国旗袍 参加明年的颁奖盛典 这样吧 柯子我先给您做成红色的 然后您看效果因为您喜欢红色就先给您做成红色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有一次免费一条扣子的机会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决定 画片的话您看一下用这个画片可以吗 因为这个画片颜色没有那么重 然后看上去的话也比较可爱一些 凉沙制作的旗袍 淡雅与艳丽巧妙柔和 这是自然给予的惊喜 这种惊喜归于梁沙制作中一个最让人惊叹的过程 凌晨四点 县达峰来到晒凉场 几十个工人有节奏地忙碌着 将挖来的河泥均匀地涂抹在沙面上 由于河泥含体 会和沙的亮晒面已经积累起的丹宁发生反应 亮晒后将河泥从沙中洗掉 就会发现亮晒面留下深沉的暗黑色 都说明晒到沙呢 对 至此梁沙的真容 才得以看得见 经过树梁 水 泥土 阳光的一次次化学反应后 白色的沙终于生长为 令人满意的凉沙 险达峰 把它摆放在苏良记 最为显眼的地方 世间没有两块一样的凉沙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遇到 把它做成旗袍的人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就好像是我是面料和客人之间的月老 然后他们有一定的缘分了之后 我把那条红线拴在一起 同时跟他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结 在如此细腻的针脚背后 罗阳 罗阳更具有阳刚的意义 罗阳从不做膝盖以上的短板 但他会拉高长款旗袍的腰线 衣服上身后就像一个线条优美的花瓶 开叉则要在双手自然下垂的中指指尖处 恪守着一个极妙的尺度 方能彰显东方女性的含蓄美 罗阳懂旗袍更懂女人 在他眼里女性是很感性的 对于人生的体悟更到位 同时也赋予了旗袍不同的生命力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 如今佛山地区的梁沙 从险达峰的苏梁记走向了世界各地 在他的殿里写着这么一句话 一块面料能存在多久 要看他所积累的故事 但愿他与我们一同经历时光 这是对险达峰还原梁沙工艺历程 五味杂陈的总结 但现在我们的市场也开始 有人就模仿这种风格 但是并不是用绞沙去制造的 很内行的人才知道 所以如果保护一种传统和传统产品 还是应该让他真实的明妙人大概知道 从险达峰复原梁沙开始 到梁成林带着老乡挖树梁 再到增坑中和他的晒梁工 到最后罗羊做成旗袍 直至穿在最适合的人身上 一针一线都是民族的文化情节 经过了无数人的手 共同写作 这一切从开始就注定了缘分的存在 诉说着中国人对旗袍的最美情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